有没有看到栏位这边展开来的 这个栏位这边 它本来是缩小的 它为什么展开 因为刚刚你还没有取得资料之前 是没有栏位 可是现在当我取得了一个 资料来源是一个资料夹之后 那个资料夹里面的资料被取得进来 它就有这个资料表的栏位 好 那这个栏位 这个叫资料表名称 你看这个图示 有看到 你可以点这个大鱼 点它 它下面是不是有很多的栏位 可以吗 这就代表说 本来是不是长这样子 因为你根本就没有栏位 刚刚是没有资料的时候 现在是不是有栏位了 这代表什么意思呢 这代表你资料已经成功被取得进来了 可以吗 好 要不要再做一次给你们看 就是打开Power BI 然后取得这个资料 取得进口资料 请你们试试看哦